哈喽我是Josie 欢迎来到我的治疗所启动 启动这里是专门在做 运动治疗的物理治疗所 那物理治疗很好理解 但什么是运动治疗呢? 以前我们受伤的时候 总是能听到这种贴心的叮咛 好好静养、多休息 但这种贴心的关怀 反而容易成为之后恢复健康的阻碍 因为当我们的身体受伤时 大脑会启动一个保护机制 我把它比喻成拔叉头 大脑会把受伤肌肉的神经连结弱化 目的也是要让受伤的地方 能够好好静养 当然静养一开始的本意是好的 但肌肉如果一直静养 身体就用其他地方凑合着完成动作 初期看起来还以为风平浪静 事实上却是每个组织 每个动作不断妥协 这就是代偿 代偿你可以想象一个人每天都不去工作 靠跟身边的人借钱过日子 借到最后信用破产了 就没有人想要借他钱了 肌肉总有一天会对周围的组织 产生不可逆的伤害 运动治疗在做的事 就是帮你把插头重新插回去 重新让大脑还有肌肉产生连结 重建肌肉的力量 让每条肌肉都做出他该负责的动作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受伤后要完全康复 最重要的不是静养到好 而是要起来动一动 这也是为什么这间治疗所要叫做 启动的原因 启动物理治疗所是一间 把运动放在核心的物理治疗所 所以你走进来的第一眼 一定会发现这里其实更像是一间健身房 我的核心价值观就是 受伤之后越早开始做运动治疗 就能在越早的时间内回复健康 那接下来我想让你看看我选了什么样的运动器材 让你感受到启动想带给你什么样的运动体验 大部分的人一看到重训器材时 第一反应通常是排斥 但其实他们并不是不想做 而是怕做错 受伤的大脑会有动作恐惧 这是大脑想避免二次受伤的本能 这个时候给患者足够的安全感其实非常重要 这台嘴推移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降低因为动作恐惧造成了不敢动 我第一次躺上去的时候就在想 如果我是一个连走入都有困难的严重肌少症患者 躺着脸能固定好我的上半身和骨盆 真的能让我很有安全感 重量可以从零开始 一开始只推机器的重量 循序渐进的强化大腿和臀部的力量 要知道的是 膝盖痛或腰痛最重要的运动处方 除了核心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大腿还有臀部的力量了 只要患者感觉安全解除戒心 开始第一次的重训 第二次的运动阻力就会小很多 然后第三次第四次的练下去 重返健康就是随到其成的事情了 另一个我很喜欢的器材在这边 我超爱用这台机器来启动臀大肌 对于一些健咖关节痛或是臀肌失忆症的人 这台机器都可以很好的教他们 学会怎么启动臀大肌 躺上来的时候注意肩胛骨下角的位置 头的位置 眼睛的位置 小腿的位置 脚的位置 推起来的时候注意肋骨不外翻 骨盆要跟肋骨对齐 百味正确的话 会发现很多人没挂重量 连一下都做不起来 但做对了训练效果很明显 一开始不挂重量能做到十下 就可以拍拍手了 身蹲架是健身房常见的器材 但这里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这个扶手 为什么呢 你应该也猜得到吧 就是安全感 除了安全感之外 他还能够训练一项能直接降低死亡的运动 就是从跌倒爬起来的能力 这边要练的 是肌肉在末端角度的状态还能处力的能力 其实有些人不是没有力气 但就是没有练过在肌肉拉到最长的时候处力 没做过的动作对大脑来说都是陌生的 遇到特殊状况的时候大脑就会不知所措 还记得有一次啊 我们社区有一个独居的阿嬷在家门口跌倒了 虽然没有受伤 但她因为爬不起来 从晚上一直呼救到早上 没吃没喝大小便也失禁 到快中午才被清洁人员发现 这种事以前只是我在教科书上看到的案例 但是啊 当它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时候 那种感觉完全不同 你一定要记得 跌倒最可怕的并不是只有骨折 还有站不起来 如果那个阿嬷是三天后才被发现的话 那后果真的是难以接受 所以每位来这里运动的长辈 我都会特别加强他们从地板站起来的力量训练 一定得先从基础开始 再逐渐加入背杠的训练 透过这个扶手 他们可以扶着 在很安全的环境里 建立起身体的力量还有稳定性 这不仅仅是健身 还是自救 培养能够自我保护的能力 只有当身体的能力超越日常所需 你才有真正自救的可能 再来啊 就是每个物理治疗所一定要有的独立空间 治疗室 虽然说我们很重视运动治疗 但徒手治疗也是不可省略的重要环节 徒手治疗可以说是所有附件的起点 毕竟关节角度受限 巴痕组织的沾黏都得先处理好 身体才算是为后续的运动治疗做好准备 我在做徒手的时候最喜欢用的就是这个正光一条根 每个人都说它的味道很好闻 我在做徒手的时候也觉得很好推 治疗完也可以用量感降低疼痛 真的超爱的 徒手治疗不是按摩而已 而是所有运动治疗的起点 如果说前面是病人找回健康的空间 那后面的这间教室就是我们治疗师自我提升的空间啦 治疗师学会之后一定要拿出来教人 每教一次自己也能复习一次 而且技术这种东西要学到能教人的程度才代表真的学会 不过我觉得除了治疗师要学习之外 每个人也都应该要有管道可以学习医学知识 所以我们除了偶尔会邀请外部讲师来这里讲课 我也会在这里定期教课或者是入性上课程 而且也可以透过教学反过来逼自己进步 这间教室可以说是我们治疗所持续进步的秘密基地 当这边不当教室时就是摄影棚啦 没错就是你们看到的这个YouTube背景 我超喜欢这个灰色的 不知道为什么啊 我觉得只要什么颜色配上灰色 看起来就会有一种高级感 那这边拍完剪辑师就可以马上剪了 因为我们平时都在同一个空间里面一起工作 面对面沟通效率就很高 那接下来就是我的办公空间咯 平时我都在这边写稿做课程还有各种离枝行为 你们有发现我们办公室全部都用电动升降桌 这是我身为物理治疗师的坚持 一定一定不要久坐 我都快讲到想封自己为终身反久坐大使了呢 虽然我一天平均动作五个小时以上 但只要这些时间不是一直连续坐着 就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对椎间盘还有心血管的伤害 每备两个小时坐单交替是不得不久坐的我 能想到对身体最健康的工作法了 提醒大家电动桌一定要选能记忆高度的款式 因为一天要升降好几次 Human Connect的升降桌是我挑了无数间之后的选择 我很喜欢它拾木桌面的沉稳厚重感 只要按一键就能调到自己站起来的高度 它的APP还有番茄中功能 时间到了就能提醒你换个姿势 在这种小地方的用心就是好用和不好用的差别 我真心觉得超方便的 每个办公室都应该要有一张才行 我一直以来想传递的信念 简化到极致就是起来动一动 这里说的可不只是患者的伤后附件 或是生活习惯的养成 还包括了每个治疗师每个患者 每个追求自我成长的人都得要起来动一动 我希望这里可以变成那种 让每个人都能持续进步的地方 我知道很多人想学运动治疗 但更多的是才翻开书本 就被那些复杂的解剖学和机动学 给吓到不敢再往前一步 那我透过自媒体想传递给你的资讯是 运动治疗并不神秘 我相信总有一天这些复杂的知识 也能变成人人能懂的尝试 这就是我想要前进的方向 让每个人都能因为运动科学的进步 而得到帮助 那以上就是这部影片的所有内容啦 有需要的人欢迎随时来我们治疗所做一做喔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啦 拜拜 拜拜